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加零 境外移入7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小画面 那我首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 那没有本土的病例 那境外移入7例 死亡的个案也没有 那这7例的境外移入 是4例男性3例女性 年龄介义10多岁到70多岁 印尼两例柬埔寨 德国美国越南中国各一例 指挥中心23号宣布 自11月25号开始 想混打的民众 可以不需再上疫苗预约平台登记 能直接到合约医疗院所 或是卫生所接种疫苗 只要第一剂接种AZ 至少8周以上的民众 就可以选择第二剂混打BNT 或是莫德纳疫苗 近期治安事件频传 除了桃园的超商店员 因为劝导客人戴口罩 而遭到刺杀的事件 台中近期也发生多起 持球榜欧人的事件 曾中蔡英文的脸书被网友灌爆 要他好好正视台湾治安问题 对此蔡英文22号透过脸书回应 她提出三点意见 包括要求内政部 针对帮派犯罪加强取缔 并执行全国性同步打击帮派犯罪专案行动 另外针对夜间工作者提升保护机制 并加强夜间巡逻 对于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身心状况 政府也会加强追踪及预警机制 就是希望暴力事件能再减少发生 国内通膨情势持续升温 外界关注央行升息的脚步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22号宣布 台湾升息要看三个条件 包含国内当前及未来通膨情势 和主要国家升息的步调 以及纾困振兴措施情况 他强调尤其要关注国外升息步调 否则资金涌入台湾 可能加剧新台币升值 造成资金涌入房地产 对房市不利 大S和汪小飞22号 共同发出声明 和平解除婚姻关系 除了共同抚养两名子女之外 传出名下的九亿资产 也将面临分配 让十年的婚姻最终还是画下句点 台博旅游泡泡重启后 近期前往帛琉的旅客却减少了 华航甚至砍航班 11月份全部停飞帛琉 江东部长王国财22号表示 会在和旅游业者讨论 如何行销帛琉景点 并兼顾华航营运下讨论航班安排 华航则表示 12月份将会安排六个来回航班飞航 持续和旅行社合作 共同推广帛琉旅游 为推动能源转型 全台第一座民营地热发电厂 23号在宜兰清水举办齐用典礼 清水低热电厂 每小时平均发电量为3150度 可以供1万户家庭用电 副总统赖琴德 宜兰县县长林思廟 和经济部政务次长 及台电董事长等人 都出席齐用典礼 要来共同见证 能源转型的历史性一课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